大家好,我們多等一會就可以開始 各位安,大家好,我是Victor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水體生態事件 我首先想多謝大家參與 今天我相信在座可能有些事件發燒 可能是潛水朋友 不要緊的,就算潛不潛水得好 都可以來聽一下水體生態 潛水的話就更加好,要學多些東西 吃多些東西,知道多些怎樣玩 在我開始之前,我想分析一下 我想知道在座有多少位朋友是有潛水牌的 下了很多,OK,因為我要知道 我講的東西有沒有需要突出,多謝大家 好,今天我主要的主題是講生態攝影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Victor 我是Peddy的水攝教練 也是Olympus,即是OLM System 香港第一位水底攝影的導師和攝影師 我也是水下攝影器材 我也是有一個美女的冠軍 另外一四、一五年也有不同的獎項 然後就比較忙,所以就沒有再參加什麼比賽 主要都是幫Olympus 即是OLM System去做一個水底攝影師和導師 都是我其中一個工作 我自己各個人的理念就是很想拍多些相片 尤其是水底、全球或者香港的相片 就讓大家知道水底攝影很漂亮 也有很多很好的生物,大家要珍惜我們的海洋 還有很多朋友剛剛想接觸水底攝影 我想很多人都喜歡去外國拍照 但其實今天這個分享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香港的水底都很漂亮 尤其是這三年過去疫情 ROM Day也是剛剛才開始復飯版 這三年我都用了很多時間在香港的水底攝影 大家都知道,如果前對朋友就知道 為什麼香港原來這麼多特別的東西 原來只不過是大家之前這些時間都出去了旅行 都沒有在香港遲 所以原來發覺拍到這麼多東西 兩個部份跟大家分享一下水底攝影的資訊 我們今天的分開內容 我會介紹一下香港熱門的水底攝影的前點 也會介紹一些相片分享 我也會講回Olympusystem 如果大家想接觸水底攝影 即是未接觸的朋友想攝影 或者正在潛的 想upgrade或想拍好些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來今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大家也知道 Olympus System 即以前的Olympus 改了名 很多人都以為 我自己也偶爾改不及 還是在講Olympus 但是很多潛水朋友 或者用相機的朋友 初初都很擔心 會不會繼續的 會不會繼續的 會不會出TG7 會不會有其他相機支援等等 很開心告訴大家 就是品牌當然會繼續 原來在水底的世界 除了你很熟悉的TG系列之外 原來現在Olympus 基本上全系列的相機都下水 而我也有全系列的相機 包括EPL、OM系列 去下水 而相關就是 現在市面上有很多 即是Housing的支援 一些assessory的支援 令到你們可以用 你平時陸地拍的OM的機 都可以下水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訊息 就是大家可以繼續 用這個OM的System 去拍攝你的相機 無論是陸地和水底都可以 而當然水底就有分很多種 即是不同系列的相機 也都會介紹 簡單地說一下水底攝影 有甚麼技巧要注意 有甚麼setting 我都會show我自己用的setting 有些人說 這些setting很秘密 就說很秘密 我會分享給大家聽 你跟著來聲 跟著拍 基本上就是拍到我要拍的東西 現在還要有很多科技去幫忙 所以跟著還會介紹一下 一個很特別的科技 是OMSystem的RC mode 我們叫做無線閃光系統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水底都可以用無線的閃光系統 那待會介紹一下 是甚麼來調整個關子 跟著我會即場做一個 TG6和OM1的示範 那你見到我設定在這裡 就是有些Live的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那看看原來是怎樣拍的 即是模擬回到一個環境 那還有就是現在大家看到 我們後面其實有很多那些 一些一些機器放在這裡 那待會大家可以 完成了不過session之後 可以去看一下 我會預留一點時間 給大家去看一下 這些系統是怎樣的 大家可以玩一下 摸一下 可以開箱去玩一下 都可以 我們後面也有同時在這裡 好事不宜遲 首先香港熱門水底的潛點介紹 和一些相片分享 其實我們香港的大部分潛水的地方 都集中在我們叫西貢那邊 西貢東還有另外西貢區 其實為甚麼我們整個香港的左手邊 為甚麼不是很潛呢 因為其實那邊是珠江那邊的水 基本上長期或者是風向水流關係 長年只有冬天某些時間是會清的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的香港島 譬如說在這一邊去潛的話 南區那些地方 我都試過去南馬島 水底其實很漂亮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 不過很冷 但是南馬島的水底 很多一些遠山湖 為甚麼呢 因為沒有很多人去 所以那些地方 是可以 不過你一定要懂路 去找人帶你去 但是我們熱門 經常會去潛的 都是紅色圈 跨著西貢東的交易公園 西貢區 白山湾出 西貢碼頭出 黃石出 東人都是這些地方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香港有幾個潛點 但實在太多 說不完 我說幾個大家容易可以接觸到的 大家有機會都去過 但是都分享一下 我們覺得那些地方有甚麼特別 拍到甚麼照片 其中一個 我想很多人都有機會去過 就是龍蝦灣 龍蝦灣就是按錢為主的 可以走路下去 但是泊車有人抄牌 有人抄落地 這個石灘仔 很多人都覺得平平無奇 但其實是可以找到一些 很漂亮的生物 和很漂亮的照片 以下為的照片 簡單分享一下 有些高比 有些很特別的海兔 海兔不是經常有的 有分季節 通常在冬天 或者是未來二三年 又會突然爆發 很多海兔 但是有時熱的時候 夏天又沒有甚麼海兔 所以大家要自己選擇時間去拍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海兔 它吃了海草 變成血管變成綠色 這個是比較少有的一種海兔 另外就是有些很特別的蟹仔 配合珊瑚的顏色 拍得很漂亮 橙色綠色 另外就是冬天的時候 水清或者水清的時候 都可以用到這些環境 這個是龍蝦灣 比較少人去的 因為開船去就會好些 這個是龍蝦灣的另一邊 會有一個好像隧道 一個圈圈 很漂亮的 一個海蟲洞的環境 這裏龍蝦灣 是一個很好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去到潛 可以按潛入淺水 說的是三四米 四五米已經很多東西 基本上可以用很多時間 但是瓶子又可以用長一點時間 在那裏慢慢去慢慢去 我都很喜愛這個地方 是訓練拍照的其中一個好好的地方 另外就是再出少少少的辣蕨 辣蕨州 辣蕨州基本上 如果大家看回環境 就有三個地方 這三個地方其實都是有不同的特別之處 它是有不同的生物 即是你去不同的地方 大家要去探索一下 但是辣蕨呢 我自己覺得 它淺水也有海套 深水也有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些 如果沒有接觸潛水的朋友 這些叫做軟體生物 我們叫做海套 其實是可以很漂亮的 可以有些不同顏色 就像比卡超那樣 另外這些火箭海套 還有蛙蛙雨 早幾年是一個非常熱門前面 去到那些船都是去辣蕨的 因為很多明星的蛙蛙雨 很多生物在那裡 今年就少一點 今年我去過很多次 都是慢慢地 所以潛水攝影就是這樣 要預期遇的 不是經常都可以拍到同樣的 另外辣蕨我自己覺得 它是剛才這幅圖的 大概在這個位置 是特別多這些海星的 很大隻的海星 海星上面會住的這些海星蝦 這些海星蝦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水底模特兒 可以讓大家慢慢拍攝 慢慢練習 另外就是 再去就是果州 果州群島遠一點 你見出了我們清水灣在這裏 出了再遠一點的 果州大概是這些地方 果州是很熱門的潛水地點 不過大風就不能去的 太大風就太大浪 太大風就去不了 果州有分 東果州南果州 早期牌 看到有一陣子很清水 人們過去了七星牌 我又去了果州 東果州這個位置 我現在置住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說的是差不多十多米水 當時是清得看到樹頂 可以這樣 但是也會有續的時候 但是果州我覺得 如果大家想潛水車拍特別生物 是一定要去的地方來拍 果州的新聞多樣性是很多的 因為它出了一點 我們經常說 果州常常找到一些菲律賓的新聞 菲律賓拍的東西 有機會出現在果州那裏 就是因為它外面就是大海 就是一個很豐富的新聞的地方 基本上全年都有機會 拍到一些很不同的新聞 有機會去接觸潛水的朋友 然後去多些報名 去多些果州 果州是很值得大家去的 會有些特別的生物 你看到很漂亮的顏色的高尾魚 這些高尾魚都會有的 但是你留意一下 不同時候 它會有些藍色 橙色底 都可以很漂亮 影響上來的色彩很繽紛 如果大家一邊看我的照片 你都會開始明白到我的風格 我的風格大致上就是 我喜歡一些很色彩繽紛的生物照片 對比鮮明的照片 不過這個很過人眼 很多人都有些不同的造物 接著就是海桃 有些很特別的蟹 都可以在果州找到 接著就是果州另一邊 沒有那麼遠的就是火石洲 火石洲也是很熱門的一個潛水地方 火石洲的船通常都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基本上就是去深水的地方 火石洲的潛水有很多小臭魚 但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拍的 如果你們去潛水拍照的話 就可以去深水一點 說深水是多少呢 差不多到18至22米的地方 它就會有些什麼呢 就會有很多大量的柳山湖 柳山湖或者炮漿花 裡面這個是一隻蝦 看到它在看後看著我 有卵的又有寶寶的 另外就是它會有很多 柳山湖上有不同的生物 基本上給一些心機慢慢找 基本上一個大量一定會找到這些東西的 不過去接觸這些新聞 香港的這些高邊魚 這些蝦就好些 它不會怎麼走的 高邊魚 香港的這種的柳山湖 高邊魚會跳來跳去的 周圍在那些柳上 如果只有一條的就好些 有幾條的附近就走來走去 其他外國的那些 香港的那些不動得那麼厲害 香港的那些很害怕 大家可以試試 這個也是很好的訓練對象 練一下你的動作要慢一點 不要太過大動作 接著就是東霸 東霸 東霸大家清楚了 東霸我們通常的船都是停在這個位置 東霸也是很多不同的生物 有些人曾經在那裡 有天找到這個性感蝦 我們叫做性感蝦 性感蝦 性感蝦 因為它是在那裡揉上去的 踏踏踏踏的 就是性感蝦 這叫做性感蝦 都是很熱門 亦都是很少有香港 但很多人喜歡拍 很特別的海套 基本上香港來講 拍YNCOO會差些 因為水質問題 但拍微距是沒有問題的 基本上全面都可以去拍 大家可以放心去玩一下 海下 海下 另外再遠一點 如果黃石賣投出 你會去海下沉船 塔門 或者其他赤洲這些地方 但比較熱門的 建議大家可以去的 就是海下沉船 沉船當然是海套最出名的 很多這些 墊珠海套、光纖海套、高邊 也當好水放的時候 可以入到沉船裏 大家不建議入得太入 通常都是在附近有open area的地方 水清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這些特別的沉船上 海下沉船也是練想的很好的地方 因為有大量的海套 好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才去的前點的地方拍照 正在隊員所說 OM System 基本上全系列的相機都下水 現在你們不需要擔心 我只可以買TG 但是我會展示給大家看 我用這些相機拍照 然後選了幾張 今年我在香港 剛才那些相片大部分都是在香港拍的 我選了大部分現在展示的相片 是在香港這三年 疫情的時候拍的一些相片 和我很喜歡的相片 給大家看一下 也可以交流一下分體的身份 TG6、TG5、三房相機 有Housing 很容易就可以拍到相片 TG6 但是我經常聽上班說 以TG6拍得不漂亮 可能會蒙 甚至乎是你的setting是怎樣的 又或者覺得像素不夠 但其實如果我不告訴大家 以後的相片是用TG拍的 大家都未必分到的 只要你的setting是對的 只要你的打燈背後是對的 其實都可以很漂亮 這張其實是用TG6拍的 這張是一隻叫做 柳山湖的蝦 我不多說那些setting 大家看看照片的底下 有個setting的數據 大家可以看看 是用什麼光圈 什麼塊圓 用什麼mode 去拍的 柳山湖蝦 海套 2cm的一個海套 非常小 都是用TG型 這個海翅上面的蝦 有沒有認過 很難 要冒著一個很大的風險 會被它刺到 已經刺了幾下 海翅上面 你要細心點找 有這些蝦在上面生活 你看到它的時候是黑色的 因為沒有光 打光之後才會出現紅色 這樣就要打 TG就最好認這些照片 因為小一點 可以伸進去 近一點 這隻蝦都是1cm 很小 這些海套都是0.8cm 這個都是TG6的上面 芝士海套 嘗試用不同角度拍 這些是比較難摸的角度 都很幸運的 才拿到角度 高平魚 然後 這隻海套 很少人可以拍頭 這隻海套在香港很普遍 但是 為什麼要拍它呢 因為是在果州 果州也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大家有沒有發現它很奇怪 有個角落頭伸出來 好像一隻蝦 聽說是變種東西 正常的就是這樣一條 那次很幸運找到這個 所以特意拍頭來看看 來看一下 Wire angle的也可以拍到 TG可以在前面加一個 叫做Wire lens 外面很多坊間 都有不同牌子做的 亦可以拍到一些Wire angle的照片 好 接著 好了 TG系列就是 不能換的頭欄 你可以在水底加放大鏡 或者加Wire angle的鏡頭 接下來我會講 其他OM系列的相機 原來你們有的舊機好 新買機好 都可以用來下水的 下水我會選擇 很多人問我用什麼鏡頭 其實我用來用去 都是四支鏡頭 在水底 如果Wire angle 我會選擇74或100mm 8mm就有魚眼 會有變形在旁邊 不是每個人喜歡的 74都是很好用的 另外就是 如果微距的話 我會用60mm 30mm 以及 14-42mm 30mm 或者是 這支是30mm 遮住了 左邊是30mm 中間那支是 14-42mm 原來用Stand-up lens 都可以拍到微距的東西 加放介線 就可以了 60mm 就是最多人用 但我強烈建議大家 試用30mm 因為很多人在水底用 都是用60mm 60mm 比較難對焦 動輕輕 動一點就飛去 所以 30mm 我覺得很適合 在香港水底用 而且 30mm 很多時間都未必需要 加放大鏡來拍的 因為對焦不能到很近 60mm 差不多要這樣 再慢一點就拍不到 30mm 差不多要貼住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 如果未試過30mm的朋友 可以試試用30mm 拍水底的微距照 好 然後 剛才提到TG EPL EPL 坊間 還可以買到一些舊機 希望 相關 因為Olympus OmSystem TG 他們有出Housing EPL系列 沒有 但我自己正在用AOI 品牌的Housing 現在都越出越漂亮 又有 抽真腔 又有防水警報 等等都齊了 壓力 變化計 亮燈 響的都齊了 也很漂亮 有白色 用EPL的相機 我用Standard Lens 這是一個值得推介大家 可以試試 很貪心的人 在水底相片 又拍Y 又拍Mac 我應該會用EPL9去拍的 就是用Standard Lens 14-40mm 那隻便鏡鏡 加不同的鏡頭 加Y angle 又拍馬尾草 同一個Dive 有海桃 又換一個Macro鏡頭 又拍Macro 這是貪心系列 我自己是貪心的 水什麼都要拍 剛才的就是Y angle 的例子 這就是用Kit鏡 14-42mm 加水頂放大鏡 就可以拍到這些效果 都不需要那麼複雜 一支鏡就完成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Setting 同一個Setting 拍一下剛才的Gobi 魚 海套 這條海套好像蒙面超人 整個大 很特別的 很漂亮的海套 都是用3cm 都是用Lens Wank Lens去拍 不同的光纔海套 蟹仔 EPL9 EPL10 Wangle 這個是幫生門保育人士 要輕便 待會大家可以去後面看看 白色那組就是EPL9 很輕便 很細很細 大家可以去看看有多細 好 還有兩樣都拍到 最主要是Times Hub 接著 另外就是EM5 Mark III 還有最新出 今天好像有得預先扣的OM5 OM System是沒有出版本的Housing 但Heroi又出 原來OM5都可以用的 因為沒有怎樣變 我已經試過了 所以如果你們想用新機的話 都可以錄到舊的EM5 Mark III 30mm 30mm加了 加15Lens 但其實可以不用加 不過我弄一些距離去打燈 血管開套 光纖開套 對 另外就是 總之不同類型的開套 對 都很厲害 可以拍到很通透的 你看到 即是打燈打對的話 接著就是EM1 Mark III EM1 Mark III 也有商家 AI也有商家出的Housing Mark II Mark III 是共用的 可以有些改動便可以用到 有不同的海套 這是一個支持圓海套 支持跳海套 這是一個黑彎影的 這隻很可愛的雜眼 特別版 大家平時看到的雜眼不是紅色 也是看到它的時候 很緊張 立刻想看到它 這個就是用60mm寫的 60mm有它的好處 為什麼呢 因為那次是這麼巧 對焦距離要遠一點 因為這些很怕人的魚 你不可以太近 你要近去的時候 要給你一定的距離 接著那個閃光燈要較大一點 這樣就打過去 那天就剛巧沒有水清 這樣才可以拍到 否則它其實在走著 我拍了一張照就走了 一看到它 它伸出來看 拍完一張就走了 就是看時機的 接著很難追她的 海星蝦 你見過海星蝦 因為海星蝦 可以讓你練角度 它有限制的 由於海星蝦 你居住在海星蝦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試一下 即管可以拿來拍照 海星蝦有時會驚訝一下 它不是每一隻都一樣 每一隻都不同 所以就可以留意一下 海星蝦 由於YN稿 沒有很多YN稿 這個不是在香港拍的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我要用舊的EM5 Mark II照片 告訴大家 EM1系列配YN稿 是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這些是蘇小小愛前的照片 台灣的 這是台灣小籠球拍拍海龜 用8mm fisheye影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畫質 顏色等等 都非常高質素 這個是在澎湖的分枝草森林 很出名的 如果有認識我的朋友 都知道有台灣潛水的trip 這個地方現在很多都 幾年前 現在很多都白化過 所以大家要珍惜海洋白 紅海的拍鯊魚 留意一下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 因為選擇鏡頭很重要 如果你用5mm fisheye影鯊魚 大家覺得有什麼問題 拍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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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拍一些 因為它要走得很近 所以如果拍一些 我覺得拍一些類的魚類 大型的魚類 給自己一個空間 我會選擇74 可以做一些zooming的東西 zoom 也可以歪歪 差一點距離就可以zoom出去 Housing 全部都支持水底的zoom 可以在水底做zoom 所以就變成可以扭扭扭 自己扭扭 才拍到這些照片 不然也拍不到 很難拍 因為它未必會有這麼多 配合潛水 可以拍耶穌光 都是很值得大家去用 還沒介紹我幫忙 朱容師姐 這個就是她 這個照片裡面 所以水底的Y&O 不要想著 只是死板 用Fishire的眼 不要經常用這個概念 用下74都很好 因為可以拍到這些Y&O的照片 這些大範圍沉住 所以不用旁邊變形 也可以用下74 最後就是最新款的om1 om1就是現在om system換了品牌之後 最新出的一款攜裂機 旗艦機 今天我們也會去做示範 為甚麼要示範呢 老實說 跟以前的Mark 3 或者Mark X 其實這個新出的 真的是另一個機 如果大家有做一些 今天是不是可以舊換身 換了呢 你真的選得對 因為在水底攝影 怎麼應用呢 其實有兩樣東西 我覺得很好的 第一就是它 第一個尺寸 很小 當然還是很小 Housing配合 大家後面有提到 Housing也是很小 另外就是 它對焦的速度很快 還有另一個就是 低光對焦很小 待會我們會示範 夜視的對焦 即是用很少的光 當開了夜視功能 都可以對焦 在潛水攝影的世界 低光對焦是很重要 尤其是現在幾年我喜歡玩黑水 如果你用黑水攝影 開到這麼大盞燈 那些明亮都會走出來 有些東西又曠光 可能用一個小小的光照應 你就可以打燈 而且是很容易對焦 在我的用的感覺 就是很快容易對焦 低光 所以這些配合在RC系統 基本上是無敵的在水底攝影 這個就是香港果洲攝影的0.3cm 要加很大的放大鏡 我都是製造一個距離 加了23片 但是 給個地方空間打燈 另外很小的 全部都是小得很厲害的海拓 這個像唐老鴨一樣 不同的海拓 我最喜歡這張海星蝦 因為拍到一個很好的角度 好 接著簡單點分享一下 因為要講水底攝影 要講很久的 要講那個技巧 就是經驗分享 基本上可以有 要留意一下就是你自己 來這裡這麼多東西 缺一不可 拍攝水底攝影的時候 水底的狀況 你那天是否身體行不行 很冷 冷的時候會手震 是吧 攝影的設備有沒有帶齊東西 有沒有拍攝鏡頭過去呢 有沒有有電呢 是吧 接著另外設定有沒有設錯呢 閃燈閃不閃 所有這些都有關係 拍攝的角度 什麼時候按鍵 潛水你的技巧 剛才我出面和朋友聊天都是 潛水攝影多一隻東西 你潛水的技巧你都很重要 會不會中性做得不好呢 浮得很厲害呢 有沒有固定自己呢 是吧 會不會已經很大氣 你下去很快已經不夠氣 看到好東西又不可以拍攝呢 我全部都有關係的 接近的主題有沒有很慢呢 是要慢的 不可以快的 太快會不會嚇到它 嚇到它就拍不到這些 躲在那個洞裡 你半個小時 那你行不行 是吧 就是很多 全部東西都要配合 打燈用電筒 閃光燈 怎樣角度打 較多光 這裡只不過是其中一些 我覺得是值得提的東西 還有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大家有潛水就知道了 所有這些東西要配合到 才可以有張潛水相 所以大家拍到漂亮的潛水相 其實很難得 所以大家要珍惜這些潛水相 好了 接下來有興趣可以拍下它 我會分享一下我自己 如果用TG6的設定 我覺得可以很容易拍到 一個黑色背景的設定 建議給大家 可以回去試試設定 今天我不會在這裏教練設定 但是你們可以拍下 最終設定的價值 那你就可以回去試試設定 首先 紅色格格那裏就是那個價值 六十四分一是隱閃 電筒和閃光燈都可以用 如果你不是用RC模式 不是用無線閃光 待會無線閃光我會再試 這個設定是給 沒有無線系統的閃燈 又或者用電筒 你都可以用這個設定 好 可以嗎 拍了沒有 這個 右手邊那個 你教的和我一樣 就可以了 OK 好 接著 這個就是第二格的設定 不說了 時間關係 大家自己拍 這些就是我正在用的設定 沒有秘密的 大家設定好一個外景 九成外景都可以拍的 好 接著就是 如果大家想拍黑背景的照 記得在TG的Zoom Zoom到最出 首先第一 將那個光圈 這個是我用A模式的 對不起 我漏了和大家說 這個設定是A模式 來的 光圈那裏 要設定到18 那個秘訣就是 這個水底生物 你拍它的時候 的後面是水來的 沒有珊瑚沒有石頭 就可以拍到黑色的 這個設定是這樣用的 有上課的同學都知道 我基本上長期都用這個設定來拍的 除非有其他特別的效果要做 另外 如果是大機 OM1 或者其他EM系列的 即OM系列的機 大機 都是有類似這些設定 可以設定的 大家看看我用什麼設定 我會用M模式 如果是普通的海套 一二五塊門 十一光圈 ISO我教到最小的 用閃光能力去選擇 另外大家留意 我們是拍一張 不要拍連拍 連拍 要看閃光燈 知不知填到 但我自己的風格 我不喜歡拍連拍的 除非是拍一些很快的魚 動得很厲害的 那就有機會 一張一張一張 記得要做面測光 大致是這樣 另外就是 建議大家在設定上 有一個格線的設定 大家知不知 就是調整一條線 這裡 這個我自己覺得很有幫助 你調整那個線 調整一個交叉的線 然後面測光中間 就會有一個對焦 和對焦 調整到最小的對焦 大家這個 不要小看 我覺得很有用 為什麼呢 這個交叉 你可以打到眼裡 你自己給你一個記憶 你兩個點一卡 就一定是最準的 你如果想打的眼 你把相機拉上去 你這樣很容易就看到 你想打什麼地方 如果你是什麼都沒有設定 就可以在一個中間點 你很難對的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經常說 你為什麼這麼銳利的頭 為什麼這麼銳利的眼 因為我用了這個 這個好像很微不足度的東西 但其實是絕對放到手 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 接著就是介紹一下 其實如果大家用OM機 不用說分便宜貴的 你用TG 用其他的OM機 都有一個叫做 在水底都用了一個 叫做無線閃光燈的功能 英文叫做RC mode 中文叫做無線閃光通訊 這個系統 本身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是給陸地 最初的時候是給陸地用的 是擺不同的閃燈 可以後面有兩盞燈 可以用其中一盞燈 就可以去引閃其他燈 這個是基本上 陸地一向都有的技術 它有很多種功能 有TTL 有自動 在這裏 首先要教大家 如何設定這個功能 我有一段小小的影片 首先要調到RC 在線燈 然後調到RC 然後 然後 想調到能力 就可以在閃光燈加減 調到能力 調到能力 TG都可以 這是TG的Spin 意思是 你要鋪上一條光纖 燈要有RC模式 如果你用傳統的 Olimus紅色的閃燈 那一隻就可以有RC模式 或者現在 AOI也有RC模式的閃燈 總之有個RC 支援OM System的無線系列 都可以用的 TG 為何它要教大家這個功能呢 因為你的手 已經不需要再離開相機去調燈 如果你設定了兩支燈 你的手要在那裏調 調完之後 那隻應該都走了 TG是可以用這個功能的 你只需要調了RC的燈模式 量好之後 你只需要調這個做RC 然後你拍一張照 不夠光 你就可以加或者減 手是完全不需要離開相機的 這個功能是極度推介的 但很多人都不懂得用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是非常好用的 先看看 好 再看一次 RC 然後加減 如果要調校Power的時候 按OK按 去到加減 就可以調校Power 大小也可以 自己調校Power 好 好 那如果大機怎麼做呢 大機都有 即我們OM1 或者其他大機 就有這個 你要去找這個 menu 找這個RC模式 對 開了它 開了RC模式 然後你會看到 開了之後 看到這裡有個RC的角落 開了 就是有 但是大機還有一個更厲害的功能 當然是大機貴的 當然更好 它可以調校TTL 也可以調校Power TTL 加減 即它會給你一個 預設了一個閃燈的Power 拍下去 你覺得不夠的 你還不可以加減 是的 以下下來還有一些示範 是的 就是它有很多功能 大家一邊看 調校好之後 按一個RC 按OK按鈕 TTL 如果不夠 還可以加減 TTL 就是Value 加減 到時自己覺得 夠不夠力 夠不夠光 好了 然後呢 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可以怎樣呢 還可以有其他模式 那 現在準備 就是調校 menu 就是一個 對 如果不用TTL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有另一個 可以調校m模式 然後呢 可以調校menu 如果不用TTL 可以調校menu menu它可以支援 如果紅色的 可以支援兩盞的 閃燈 兩邊不同power 都可以的 兩邊可以show不同power 這個就是menu menu 可以調校大小 控制那個閃燈的光度 而你按這些按鈕的時候 你隔著那兩支閃燈 你是不用去扭那兩個按鈕的 就這樣做得 剛才那裡已經示範了 是的 如果你再用一個 就是兩個燈都可以 AB mode A燈 B燈 如果用紅色的 Olimpid閃燈 就有 RCA和 RC mode A和B的燈 可以在機場 調校不同power 現在調校 左邊 可能要full power 右邊 不用full power 這些動作 如果你拍彎 你想想 你要伸手去調校多辛苦 你那支鼻子已經拉得不長 是吧 全部用RC 人閃的閃燈 都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就是在機場調校完之後 就拍第二張照 不用調校 調校 這個功能對於拍水 是非常非常有用 無論你是用TG 或者用大機都是一樣 TG你配一盞燈 你也要伸手去調校 每兩盞燈也要伸手去調校 但如果我懂得用RC這個功能 就不需要去做那麼多 需要那麼複雜 好 短時間 剛剛好的時間 我們就做一個示範 今次這個示範 除了我用示範RC模式之外 我還會示範一個最新的 水底閃燈的科技 大家有發現那些閃燈全是用光纤的 現在最新的技術 是已經不需要用光纤 可以靠一塊 待會大家出來參觀一下 有一塊光纤的收窄器 即是光的收窄器 它就可以燃到這支的閃燈 我自己覺得這個是非常有用 是生手 如果不懂打燈 真的很麻煩 我都知道打燈 經常打錯 近一點 如果過了又不知道 繼續拍 怎知道又過了 打燈 你有沒有去過外前 是不是有很多DN 會幫你拍照 接下來很麻煩 你給他燈就可以了 他在後面 或者這個位置 幫你打 通過這個引線 你的光纤都不用扭著 你給他就可以了 或者給你的男女朋友燈圖 在旁邊拿著 這樣調到正確為止 再不然 自己用腳架放下 然後就能認得了 所以現在這些功能是非常強勁的 我首先試了一個 我示範了一個 這個就是無線引善和RC模式 大家可能要辛苦些,就看看我那個 好,可以看看我的音速度 聽到嗎?大家聽到嗎? 好,現在我們示範就是 阿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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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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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減小一點 看不見 師姐 中間 減小一點 OK 再來一張 其實是暗了的 現在這個光順道不好 但其實剛才這張照片是暗了的 因為我的天衣減小了 如果我想覺得不夠光 我想再加點光 我就在這裡 按這個 再加上它 這樣就變回光了 所以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可以玩一些叫做高速快門 大家可以看看高速快門 之前如果我們的快門是高速快門 然後我們調校 用Menu 就是用最大的Power 如果正常不用高速快門的時候 沒有這個功能 快門只能去到250 高速快門可以去到8000的快門 然後你的光圈要改大一點 給大一點光圈 給大一點光圈 8000快門都拍到這樣 如果你覺得太快的話 那6400 這個是高速快門的摺板 這個是高速快門的摺板 都可以支持到的 這些新型的動物 好 所以簡單 因為不好意思 技術有些問題 才浪費了時間 但是這些用大機 小機也好 都可以用這個RC模式 你見是容易了很多的 我的手不用走出來搞的 大家盡量利用這個模式去拍照 好 那今天我分享到這裡差不多了 剩下一點時間 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要交場的 大家可以到後面看看機器 或者可以摸一下 可以研究一下機器 多謝大家 謝謝